賣入新年,萬象更新,展望新一年,在整體政策經濟環境超然轉向之際,投資邏輯也超然轉變,過去一零年是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的十年。 為自去年開始互聯網流量有見頂跡象,為應對增長困局,大型互聯網巨頭也開始抱團取暖,尋找增長的第二曲線。 近日,美團03690協同快手宣布互聯互通的戰略合作計劃。 雙方將基於快手開放平台,打通內容場景行銷,線上交易及線下裏約服務能力,在2022年元旦,春節消費旺季進入落地市運行階段,此舉實際有利雙方業務托展。 於此從美團出發,談談該合作如何利於美團開拓新流量。 2011年之前中國善民規模20%以上的增速常態。 去年中國善民的增速下降到個位數,受流量減低以及整體宏觀環境影響。 實際上美團的餐飲外賣業務增長受困已久。 短視頻的新場景有利於提高餐飲外賣行業的線上化滲透率。 通過快手的海良用戶以及成熟的短視頻分享平台。 能幫助美團提供新增用戶。 流量、訂單來源。 同時也為系統裡的商家增加新的營銷、推廣管道和玩法。 一方面,快手的流量及其用戶的消費能力有利於提升美團訂單量和營收。 數據顯示,快手截至三季度的貓,平均月活躍用戶,已經達到5.7億。 另一方面,美團與快手的用戶分佈存在地域上的錯位。 快手用戶主要集中於三、四線的下沉市場。 通過快手的流量導入。 有助於美團從下沉市場中獲取新用戶。 並藉此對抗抖音進入了本地生活領域對其產生的競爭壓力。 還有一個關鍵點在於。 內地本地生活服務市場完全在巨大的空間。 根據艾瑞諮詢數據,2020年中國整體本地生活服務行業規模高達20萬億元。 未來5年整體市場將保持13%的年複合增長率。 2025年美團所在的本地生活服務行業規模將達到35萬億元。 如何抓住行業發展趨勢實現增長? 是美團此次合作的背後深層考量。 美團股價去年全年下跌23.5%。 其中反映了市場對監管以及增長佛力的擔憂。 未來還需要觀察美團在此次戰略合作中的具體成效。 值得關注。 資料、增長佛力。 先試試看。 更好。